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徐征 吴秀波三位殿堂级演员作证道士席位 著名演员张国立继续担任演员推荐人 首期节目中 演员徐娇 胡贤旭 左小青 任素希 杜春 宋阳两组队 进行精彩的演技对决 然而 让人惊讶的是 节目播出后 观众最大的困惑就在于杜春 一身幸福加深的杜春 面旁建议 这哪里还是那个奶油小生 在节目中由他诠释的局势联盟曹皮一角 让观众顿感荷尔蒙报表 一颦一笑 一举一动间都是戏 演技在那一刻得以诠释 而和他对戏则饰演员宋阳 宋阳诠释曹菊一角 节目中 当大幕拉起 杜春 曹丕 宋阳草执从开始是互相试探过此心理防线的塑料兄弟 演绎到在雨中标系后 彻底升华的王族神情 张识有度的演技让两人收获了雷鸣般的掌声 感觉杜春简直就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有颜值也有演技 但他就是低调 只顾他踏实实的拍好自己的作品 很少要发边新闻曝光 个人动态也是字的日常 让人钦佩 就在大家热计 并开始质疑这究竟 是不是杜春的时候 杜春本尊幽默回应了 这真的是杜春吗 确实是我 短短11个字 让杜春的幽默感越然至上 其实 在这之前 杜春就自出去世 7日8日 因为控制隐世和健身 让杜春整个人变化很大 同时为了新剧的拍摄 杜春留起长发 因为造型别致 嘴变太大 就连自己的妈妈都没认出 不让他进门 莫名脑补道师的干把场景 不过话而言之 如此的带异力健身 并给予改变 这样的杜春你觉得如何 一时间评论区满满腰喝 调侃杜春出门太久 亲妈都不认识了 从2003年毕业 杜春便开启了自己的影艺生涯 2005年参演 湖梅指导历史剧看舞大帝 开始进入演艺圈 杰雷出演多部热播作品的他 在娱乐圈 已然收获了一定的地位 2009年在电视剧走西口饰演 南一号田青 以超高收视率创下2002年以来 杨世凯年期的收视记录 之后 接连出演热播电视剧 古今大战型永庆 青春气壮商工年期 北京青年 那个时期的杜春人气 可谓一时无两 但那样的人气至未能持久 平心而乱 人气不断累积的他 却始终未能大火 有颜值有眼记得他 熟悉因为造型转变而引发热议 为此一个问题 变身行走的荷尔蒙 如此度纯 你看好吗